努力新年到来 很多艺人也纷纷录了影片 要献上新年祝福 像是艺人陈柏林 就祝福大家五虎身风 而她的新年新希望 则是希望这疫情可以赶快结束 艺人黄秋生 庄凯勋 还有蔡凡希 则是齐声道贺 恭喜发财 特别的是 有着硬汉形象的黄秋生 还非常罕见的麦蒙 让粉丝看了直夸 超可爱 眼看国内疫情升温 女星林心如 她把自己46岁的生日愿望 献给大家 希望疫情赶快退散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陈柏林 祝大家新年快乐 强在农历除夕夜前 艺人陈柏林特地录制 赫年影片向大家拜年 而她也悄悄透露 自己的新年愿望是 新年新希望当然就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 疫情会结束 这是大的希望 布置陈柏林应景半年 演艺区明星 包括黄秋生 庄凯勋 以及蔡凡希也齐声拜早年 恭喜发财 红包收不完 对不起 就想到钱了 遭前辈黄秋生吐槽 只想到钱的庄凯勋 赶紧致歉 又重拍一次赫年影片 来看看资深前辈黄秋生 怎么卖萌 蒙虎下山 五年行大日 黑虎刀心 反正发财就好 有逼一般的半年贺词 黄秋生还摆出老虎首饰 让粉丝直呼超可爱 只是眼看今年的农历春节 台湾面临疫情考验 女性林心如则将自己的 46岁生愿望献给大家 大概连续两年都许一样 就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大家可以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然后就是真的大家平安健康 面临新年到来 艺人们齐声祝贺 只期盼新的一年 大家能免于疫情威胁 过个好年 记者总的